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我们继续通过国际通讯归星给您直播 在苏格兰格拉斯哥进行的 苏比曼杯的世界羽毛球男女混合团体赛 中国队同马来西亚的比赛 这是中国队在第一阶段的第三场小组赛 也是最后一场小组赛 那么中国队呢 在和马来西亚交通之前 已经是以5比0相同比分战胜了英格兰和泰国 而马来西亚则是2比3输给了英格兰 3比2战胜了泰国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和马来西亚的第三盘 这是男子双打 中国选手呢是蔡云和富海峰上场 而马来西亚今天出场呢 是吴建杰和陈文宏 比赛即将开始 蔡云和富海峰呢 在不久前 在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公开赛里面 是联夺两张冠军 其中呢在印度尼西亚公开赛里面 他是战胜过马来西亚这队选手 对 马来西亚两队双打组合 一队是李万华和中藤福 另外一队是我们现在看到场上的 古剑杰和陈文宏 对 而这队选手呢 目前世界上排名第二 中国选手是世界排名第一 所以这是世界排名第一 和世界排名第二的双打 世界高水平的电通对决 对对对 他们这两队选手的各方面技术特点 包括各方面的实力都非常的相当 所以说这是一场比较 应该会是一场比较精彩的比赛 好 刚才是中国选手蔡云在往前 一起平冲 双方比分是变成2比中国选手领线 很明显这从从一开始来看 他们两个争夺的非 他们两队都争夺的非常的激烈 显然好像比前面两场球要更 更加用气势要更加高一点 马来西亚这类选手呢 无疑也是明年北京奥运会 男双金牌最有力的竞争选手 对 这队选手是今年马来西亚和全英羽毛去公开赛 包括瑞士公开赛的男子双打的冠军 那么他们在今年亚洲锦标赛里边的状态 并不是特别理想 输给了另外一队马来西亚选手 立万华和中腾鼠 新加坡公开赛呢又一次输给了队友 印尼公开赛是输给了格网相征的中国运动员 富海峰和蔡云 但这队选手应该说他们 一旦发挥好的话将是 具有很强实力的 我们介绍他们也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二 对 这富海峰在后场连续的中杀 富海峰的杀球也是相当的快 而且相当的凶快 大家应该都知道 他的他的杀球都是 应该算是世界羽毛球 羽团上的应该算是最快了吧 速度 曾经有人给他测的那个杀球的那个速度 他的杀球的时数会达到300公里 比网球的发球速度还快 好 球球了 马来西亚现在他们在这个双打当中啊 南韵连都比年轻都是二十一二岁 对拼着很足 从中国运点来讲呢 参与跟华海峰也是合作多年 他们现在双方是战成了5比5平 羽毛球啊 在马来西亚是国球过去马来西亚就有着著名的这个西德克三兄弟 那么现在应该说羽毛球在马来西亚的地位更高 双打的最精彩的地方其实就是在这种就是来回拍速比较多 而且速度特别快 在攻防的那种平球攻防转换特别快的同时 给别人给大给观众们一种很刺激的那种感觉 这场比赛对于马来西亚来讲呢 是今天比赛能否在中国的身上拿到关键一分的重要比赛 而且从某种意来讲这场比赛本身的胜利 对于双方一律来讲的心态上呢都非常的关键 对 好 中国队这是华海峰的后场杀球 对方回球 球出界 所以我觉得从一开始这两队都拼得非常的深 比分也非常的接近 8-5 8-5 8-5 9-5 好 球 吴俊杰回对角球下网 现在中国队是以10-5领先 参与向主台湾示意要换一支球 一般一场双打比赛 男子双打比赛下来都给要打两桶以上的球 而且这个运动员呢一般来讲都带至少五把拍子 都带六把到现场 差不多 因为特别是双打 因为发力都特别的重 所以说很容易出现拍线 不是 好球 太运的这一个封网意识特别的快 你感觉这个马来西亚里的选手从这个左手握拍的陈文洪和右手握拍的古建杰 这两个运动员他们在技术上有哪些鲜明的特点 这他们这种双打的组合 为什么现在能够打到世界排名第二 而且具备了争夺世界冠军奥运冠军那种实力和水平 我觉得他们这一队的特点主要还是在于他们的前半场 还是特别的快 而且平洲党的技术也特别的好 而且相对来说 那个陈文洪都是主要还是以控制底线为主 而且前半场就是给古建杰创造一些很多的机会 所以说他们这 之间的配合都非常的默契 而且他们的防守也是非常的稳健的 所以他们整体实力都非常强 马来西亚双打也是很有传统 这种比较尽管的一个人家 现在是福海峰的后场 其实这两队双打的跟 他们那一队马来西亚的双打 跟我们这一队双打其实也有相同之处 都是一左一右 对 马来西亚丑手我怕的是陈文洪 右手拍的是古剑杰 这个球杀了 刚刚你特别提到这两队选手 他们在往前那个平球的速度上控制得很好 对对对 而且防守也不错 对 那对于中国队来讲 就是蔡英雄海峰在面对对方这种 防守能力很强 而且往前抢得很凶的局面的话 你觉得怎么能够 完全把对方压制住 不要对方特长的优势发挥 我觉得还是一个 其实他们的技术特点各方面都应该都是比较相似的 比较相似的 对对对 都是前半场都是比较快 所以说我觉得最主要的阵断还是在前半场 谁控制了前半场 谁就有机会能取得优势吧 13.7 中国选手蔡英雄现在准备发球 他是来自江苏的一名选手 1980年出生 身高的是1.8 他的对手傅海峰呢 是广东人 1984年出生 身高1.80 刚才这个小包 包春来特别提到 两个 这两队选手都是一所一有的搭档 好像在这个双打比赛里边 羽毛球啊 乒乓球啊 还有网球 这种一所一有的配个 现象非常普遍 对对对 刚才是古剑杰在后场跃球杀球 从那个马来西亚这对选手 给人感觉到 他们后场的杀球啊 威力呢 不像中国这对男双 给人印象这么深刻 但是他们的往前这个平抽啊 往前速度 抢 扑的这种力度 给人感觉到印象 却非常深刻 对 因为像他说 可能 与其 让他们四个人中间 去比谁的进攻最强 像他说 我觉得还是富兰峰的 后场进攻能力 还是要比较强一点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蔡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术 他的蔡云的技术 就还是在我前半场 非常的细腻 非常的 特别在平周堂的一些转换当中 他的思路特别的清晰 特别的快 对 就是大家看那个蔡云的打球 就是现在发球这个运动员 他呢 给人感觉到就有点像江苏运动员的特点 就是脑子很糊 对对对 很细腻 对对对 有点像看您看当年那个赵建华 对 打球就是这特点就是 对对对对 精于算计 对对对对 这富海峰呢虽然是个广东人 但是呢 后场的杀球你刚才讲了 进攻的力度就非常快 对对对 非常大 大家看到中国队的教练 陈兴东 他在场边 从这个进攻的姿态 不用看脸就知道这是富海峰 刚才包春来特别介绍了这个富海峰 他的进攻的球的速度世界第一 时速超过了300公里 对 两个人也是各有特点 蔡云呢是往前细腻 而且他的后场的杀球力量虽然不大 但很注重角度 对 精于算计 而富海峰则是像重磅炮弹一样 他的进攻有那种一切千里的气势 这个 这个要求 过去蔡云和富海峰记得几年前 在世界上总是排名第三第四 难以进入这个最后的决赛 但从近一年 特别是进入到今年的夏季以后 他们两人状态 五六月份 他们的状态明显提高 好的 对方这球杀得不错 从比分上来看 显然我们占据了比较大的优势 蔡云和富海峰 我觉得从一开始我就选择 虽然是我们的整体实力相对来说要略强于马来西亚 但是我觉得他们富海峰跟蔡云显然要在准备上要更充分一遍 谈到这里那么赛前 太云在前天赛这里我们也跟他交流当中他也谈到 他说马来西亚这对选手呢 他们过去 应该说这个组合呀 在一起时间虽然短但进步很快 而且呢曾经在和中国的比赛当中的胜多负少 但是最近一段呢 中国一年把心态摆正了 我们也是拼对方 我们虽然组合时间长 我们虽然年龄大 我们虽然有一些名气 但是我们现在也是拼自当头 所以就比速度 压制住对方的速度 我们就能够赢得主动 对对对 他们在第一局比赛里面 好 现在我们继续给大家来直播 在格拉斯哥进行的苏默碑 世界羽毛球男女混合团体赛 中国类同马来西亚的比赛 大家看到这是 这场团体赛的第三盘男子双打的比赛 这是由中国一年蔡云和傅海峰呢 对马来西亚的一对双打高手 古剑杰和陈文宏 第一局中国一年21比9获胜 现在马上要进行的是第二局 两个队现在已经交换了场地 面对大家穿着黄色运动衫 这是中国一年 这是蔡云的后场杀球 刚才我们提到了 蔡云他的进攻的 特别后场杀球和傅海峰 有明显不同 我先从一个普通观众的角度来谈 我想包出来可以再 给我们从更专业的角度来总结一下 就看傅海峰的扣球 给人感觉到呢 是那种泰山压顶啊 对 这个居高零下有力量 而且他的弹跳也好 对 而看这个蔡云的进攻呢 给人感觉有时候扣球啊 杀球 我觉得他缺少那种傅海峰 就是一拍之队的时候 一死地的气势 但是呢他却有这种 像计算机 精密计算过那种 惊爆 有的时候这球呢 是落点啊 长之一寸就长了 再短的话 短一分则短 就感觉到恰到好处 一个人是打凶 一个人打巧 对 你觉得作为他们俩来讲 在这个技术角度上来讲 比如像进攻这个环节上 有哪些明显的不同 因为首先 首先我觉得我想说的就是 他们在配合上 因为男子双脑需要的就是说 在配合上需要有很好的默契 所以说他们两个人的技术点 不能太相同 不能相同 要互补 对对对 可能一个人技术各方面特点 技术比较细腻 而且前半比较快的话 他毕竟要配一个 后场的攻击实力要比较强的 像他们马来西亚这一队 其实也是 也是 像的那个陈文宏 陈文宏 一个左手 其实就是相对来说 他可能在控制球上面比较好 所以说古剑杰 他可能就是要 在后场的时间也比较多 而且他的攻击能力也比较强 所以说这是一个 所以说相对来说 蔡云在那个后场进攻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 不会像富海峰那么一拍要去 要制对方与死敌 或者是要对方被动 他就是显得 就是会选择连贯第二拍会比较快 刚才我们注意到 在这个第一局中国队获胜之后呢 中国队的这个双打教练 陈行东啊 也特别给这个队员们 总结的时候说 第一你们在进攻当中气势不错 也压住对方 第二呢防守当中要多拍 起球以后找机会 抓机会打反击 对 就是也是从进攻和防守 以及右手转攻这几个环节上 简单的进行了纵结 其实我觉得教练员就是在我们休息的过程中 他讲的并不是很多 但是他能够把这些最主要东西讲的点子上 就非常的好 我觉得我们教练员就是这点方面做得非常不错 所以说我觉得挺挺好的 因为你讲太多的话 你有可能在那么短时间 你不可能吸收的那么多 所以说在这方面 对 人说什么是好领导啊 你这个遇到这种错综复杂局面的时候 婆婆妈妈说半天 那不是好领导 关键时刻提纲协领 一两句话点到要害 部下明白了 立刻这仗就去打 提纲协领 这就是好领导 现在双方的比分呢 打成了3比5 马来西亚这类选手是落后 刚才他们又拿一分4比5 大家看到这是苏比曼杯的 尸体羽毛球男女混合团体赛 中国队和马来西亚在进行的小组赛 也是小组赛最后一场 那么在这场比赛之后呢 将是英格兰同泰土 这两场比赛决定 超级组的 A组的四个队的排列 那么在这个小组里面 也就是超级组的 第一小组有中国 马来西亚 英格兰 同时还有泰国 目前从前面的成绩来看 中国队呢 无疑是成绩最好的一个队 5比0 相同比分战胜了 英格兰和泰国 而马来西亚则是2比3 意外输给了英格兰 以3比2险胜泰国 那么这场比赛打到现在 对于马来西亚的来讲 要想在中国队手中 夺走胜利的话 看来不太现实 而对于马来西亚这对双大选手来讲 更多的 更主要的还在于 同蔡云富海峰 在这种苏迪曼杯的重要比赛里面 交锋呢 来赢得士气 同时呢 有更多的资料可以占有 为08年奥运会 南双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做一些心理上和训练当中的准备 对 其实 这次苏迪曼杯也跟奥运会积分赛有关 所以说他们每一场球的胜数 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积分的一个 一个状况 刚才在后场是陈文宏 实际上是在半场杀球 现在他们是5比8落后 发特别人是陈文宏 大家看 这蔡云前面攻了两拍 落连有变化 就像刚才包成来所说的 这个蔡云攻两拍啊 一般 一拍很难打死对手 大家看这富海峰的一拍 直接打中对方要害 对方只能忘记球心拍 所以说一般 都是蔡云都是不会主动去打死的人 都是有很多机会都是创造给富海峰 让他富海峰就是用最后那一拍 然后扣死 也就是说富海峰这个最后 能够一拍至对手一死地 至少有一半功劳要分给蔡云 给他创造出这种机会 好的 富海峰在后场准备平推一拍球下了 两位选手都是来自长江以南 但对于富海峰来讲 虽然来自出生在广东 但是身上呢 却多多少少给人感觉到有点 这个中国北方汉子的那种 血气方刚的特点 对对对 他们两人呢 特点不同 但是又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都有这种场上的威猛 所以在一起呢 互相配合多年 也形成了很高的默契 对方这个球呢 落点很巧 对 所以从这点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羽毛球 有的时候呢 不能说是光一位的追求力量 追求速度 更多的有时候要打巧 对 打这个落点 现在是 像刚才 蔡云那个球从后 从拍子从后面 身体后面来要接 对对对 也是一个 比较 让观众们能看得比较 赏心于目的这种动作 好 现在中国队呢 是11比8 领先三分 我觉得这段时间 蔡云跟富尔峰 一直就是说 通过前半场的小球 来给自己创造进攻 而且后场的进攻 对古建杰跟陈文宏 这一队来说 压力造成确实比较大 比如说他们在和对方 打这个网拳的时候 他首先心理上 现场的这个观众的 加油声音啊 确实非常大 所以我们几乎 听不太清楚 中国队的教练呢 刚才和队员们说了什么 刚才我们的解说评论顾问 也是中国队的语谈名将 豹春莱呢 也给大家介绍了 蔡云和富海峰 刚才在第二局比赛里面 就是敢于和对方 在往前的拼小球 用小球用短球来压着对方 然后有机会 我们先攻起来 现在是11比8 中国队领先3分 对方他也是 接发球抢攻啊 有点 有点赌博式这种心理 但是这个球 富海峰回出去 有一个翻网球 一个运气 对方这球掉得不错 刚才国健杰在后场 手上有个假动作 对 然后场地可能会 也会有一些滑吧 因为场地就是说 当运动员就是出了很多汗 汗滴在那个场地上面 就很容易造成 那个脚上出现那种滑倒的 那么羽毛球比赛这个场地上的这个胶垫都是有很高的制作要求 而且是专门的厂家来进行精心的设计和制作 对 固海峰大往前 漂亮 好的 好的 化中 vur 所以在杀直线平平得手 很多球都杀得非常漂亮 郭建杰 我们可以看到马来西亚这队选手 他们年轻 我们介绍了两位选手的年龄都不超过22岁 而且从身材来看 也都是在1米80左右 他们在往前的速度 平抽平打的基本功非常扎实 所以中国队在比赛当中 必须公子当头压住对方 好的 漂亮 郭建杰 泰山压顶这种气势的选手也可以经常打出一些细腻的球 所以我们说他和蔡云两人风格不同呢 往前技术 蔡云更好一些 而傅亥丰只是相对要弱一些 实际上羽毛球双打比赛对于连的技术上要求 首先就是要全面 对 不能够有明显的这种漏洞 往前 这个技术 包括后场的进攻的技术 都要相对比较好 对 15比10 中国选手领先5分 漂亮 蔡云是连续的防守 对方也攻了第5拍 再放往前 球 机会 漂亮 这个好的球队高水平里面都是这种打不垮的 防守你打不透的橡皮翔 一拍一拍我都给你挡回去 然后这种高水平的球队恰恰是在这种稳固防死基础上 电灵起的坚实的进攻的力量 这段时间我觉得他们的整体的状态都非常非常好 你像蔡云刚才那么被动的防守球 一般来说这种球都很难接着 他都能接过去 就使我想起了在当年李永波 田炳毅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 90年代初到92年93年前后 他们那种双打的组合防守也是非常好 对对对对 而且起球率很高 在这个基础上呢 在这种反击进攻就很有威胁 对 当时韩国一对双打的金牌组合 是朴柱凤和金文秀 也给你留下很深的印象 嗯 我是觉得那个 我们李永波教练那个时候的双打技术 跟现在还是有 有差别 有差别 对那时候我感觉就是 场上平投平打的球不像今天这么多 对对对对 速度没有今天这么快 对 但那时候的防守却是 爽手跟进攻的那些 对 球都非常的多 那时候经常出现一方把球使进了后场 对对对对对 另外一方在底下两个轮流攻 对 羽毛球的这个技术也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在不断的变化 而且一项新的技术出了以后 另一种技术呢 就会应用而生 马上来进行防守 那么进攻和防守互相交替促进了羽毛球的发展 对 有人说今天的羽毛球呢 这个从技术细腻来讲不如昨天 速度力量超过了昨天 但实际上这也是相对而言 设想如果速度快了 那么技术上再细腻的话 这是需要一个时间一个过程 再更上一个台阶 对 现在是13比17 马来西亚选手还落后4分 好球 给人感觉到在这种美球得分制的比赛里边 特别是双打呀 一旦打到18比13拉开5分的话 落后一方翻盘的这种成功性 已经大大的少于交换发球权的这种双打比赛 对 当然对于中国运联来讲 现在也不能够大意 因为我们面对的不是一对普通的双打 对方是一对张牙舞爪的气势很凶的老虎 好球 好球 球打的界内冬队再添一分 现在是 19比13 今天我觉得他们马来下这一队 我觉得整体的气势没有打起来 而且前半场 我觉得以往来看的话 他前半场都非常快 但是今天打了就显然有点 没有没有蔡英范风那么 那么熟练那么那么顺向 他另外一队双打组合是中复腾和李万华 世界排名第四 在第一天和英格兰队的比赛当中呢 也是表现不好意外失手 这样今天在和中国的比赛当中呢 他还是启用了马来西亚目前世界上排名 第二的这队场上双打的年轻组合 但总的来看 这次马来西亚的整体状态呢并不是太好 用他们教练来解释就是可能现在全队在精心备战 今年8月份的世界羽毛球组标赛 对对对对 所以重视程度不够 有可能 14比20 这次一共呢有48个国家和地区呢组队 参加世界羽毛球的最高水平的男女混合团体赛 苏基曼杯的比赛 好球 中国队胜得比较轻松 本来这场势均力敌的男子双打的比赛在赛前呢 被认为是今天中文和马来西亚比赛的重中之重 但今天来看呢 蔡云和傅海峰的表现让人们感觉到这场比赛几乎是一边倒 对 中国一年21比9和21比14 连胜两局 又拿下了第三盘男子双打 这样中国队呢 已经在混双女单和男双当中 三战三截 三比零 战胜马来西亚队 这样中国队是 已经在小组比赛里面 三战三截 获得了小组第一 但是按照羽毛 同一个证明以及战胜马 四战三战